疫情间来到这个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游客 是大幅减少 也让一些平常很少出目的野生动物也陷送了 这是一只在台湾野山羊 晚上是现身在蹦蹦车站 刚好在进行夜间巡逻的工作人员是发现了它 而这只山羊原本是踩在这个垃圾桶上 大口吃着上头的树叶 见到巡逻人员是立刻的定格 太平山庄的经理就表示了 应该是园区里头灯光吸引了山羊 才会跑到了车站来觅食 去年也曾经发现山羊正在步道围栏吃树叶 这一次再度亲眼看到野山羊吃宵夜的可爱模样 也让工作人员是又惊又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